我国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成功发射 是啥黑科技 网友热议厉害了我的国 为何杜文龙认为美国独家垄断没了 敬请关注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我国采用长征二号F印载火箭 成功地发射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 这一消息立即引发了广泛关注 宣文发布后引起网友的热议 具体表现为纷纷感叹 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航天科技 那么这种神秘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究竟是啥黑科技 简单地说 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主要是指可重复使用的 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地球和外太空 部分可以在轨道上长期驻流 移动和完成各种应战任务的航天器 在理解这一点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以前那些载人飞船 虽然有能力往返于地球和外太空 但它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具备重复使用的能力 这一技术的核心在于 可重复使用这五个字 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应该就是居民朋友们所熟知的空天飞机 而美国的X37B 则是最早发射并投入使用的 但别以为中国的空天飞机 仅仅就是X37B的翻版 虽然没有权威的消息 但从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来看 没有图片 只有只验片语 三行者次数越少 事情就越大的成统 这绝不是一架普通的航天飞行器 除了美国将X37B 用作可回收间谍卫星的用处之外 中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未来中国的空天飞机 将成为往返空间站的重要运输工具 这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像美国的航天飞机和X37B 就是利用气动力返航的飞行器 像普通卫星一样 用运达火箭垂直发射升空 然后在返航时像飞机一样 依靠气动力减速 滑翔 最后安全平稳飞到跑道上 有些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需要以一种可靠的控制方法 脱离轨道并返回大气层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SpaceX的载人龙飞船 有自己的脱轨返回引擎 用于脱离轨道 不过 不管是美国的航天飞机 X37B 还是载人龙飞船 都可能需要在着陆后进行整修 如更换格热法 以重复使用 为下次飞行做好准备 这一过程 可能会击费时又耗钱 但是最新一代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大大缩短了两次任务的时间间隔 X37B 空天飞机 和载人龙飞船 都证明了自己 但随着国内首次成功发射 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就此我国也成功地迈入了 这一航天技术的最新领域 对此 我们的军事专家杜文龙也表示 在此之前 只有美国X37B 拥有这种能力 现在美国的独家冷断没有了 而且 在这一领域 我国已强于 俄 英 法等国 处于领先定位 它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 又一次重大突破